內地在星期五公佈 擴大自由行去到更多城市 國務院批准由下個月的6日開始 西安和青島戶籍的居民 可以申請個人郵簽註 逗留香港和澳門7日 特首李家超在見記者時說 感謝中央積極回應特區政府的訴求 這兩個城市的千萬人口 和萬億的GDP 代表他們的市民都是一些高收入 高消費的消費群 所以對於香港在高增值過夜旅客方面 是特別有幫助的 而過往的數字都顯示 每150萬個旅客 就可以帶給香港的GDP增長 是0.1個百分點的 而被問到未來會否增加更多自由行的城市 或擴大一簽多行 李家超就說 中央政府有聆聽市民的訴求 與港府有好好的溝通 相信相關措施會陸續有來 但就希望按部就班